好声音211已经开播了三期 盲选环节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其中李克勤战队和那英战队均已经满源 且这两支战队也已经给观众贡献了精彩又残酷的对内PK淘汰赛 如果说声音是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上面的男主 那么残酷永远是这个舞台上面的女主 换言之中国好声音的最大魅力就在于 他把好听的音乐和残酷的竞争联系在了一起 好了言归正传 终观好声音2021的前三期节目 不难发现节目组的编排还是很有逻辑的 在第一期的节目中 四支战队基本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 各支战队都迎来了各自的守卫学员 而且节目组为了引流 为了能够取得完美的开门红 也将三位非常有实力 甚至可以说是三位最具夺冠前置的学员 放到了第一期登场 熟悉这个节目的观众都是知道的 这个节目的主角一直都是舞台上面的学员 所以节目组用三位有绝对实力的学员 来打投阵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这三位学员就是首位获得八传的乌鲁木齐小伙一家 粉丝量突破400万的王静文和大美女五颗月 即使现在播出了三期 但他们这三位的人气依然非常的高涨 目前这三位学员呢 也纷纷成为了自己战队的种子学员 其中五颗月和王静文 进入一起加入到了李克勤的战队 一家呢则是加入到了汪峰的战队 所以说呢 仅从首期这三位实力派学员的分组来看 作为今年的新导师李克勤所领衔的战队 是非常的有能力冲击年度冠军的 其实除了五颗月和王静文之外 李克勤战队还有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学员 接下来会提到他 在第七播出之后 大家本以为第二期会让抢人大战的精彩程度再升级 毕竟呢 身为导师 谁不想拥有实力派的学员呢 然而第二期却画风突变 我们没有看到四支战队的抢人大战 反而看到了纳英战队的一支独秀 在第二期的一开始 纳英战队就一口气招募三组学员 第二期没有播完 纳英战队就率先满园 很显然这提前满园的盛况 也预示着纳英战队的队内淘汰赛就要来了 果不其然就在第二期 纳英战队就迎来了本季的第一场淘汰赛 对阵的双方分别是泽咒斯基和陈文飞 最终呢演唱流行音乐的陈文飞被纳英留下 泽咒斯基被淘汰 到了此刻可以说好声音呢 终于进入到了快节奏当中 环效少了一点 泪洒多了一点 到了第三期 节目组把核心留给了李克勤战队 不仅战队提前满园 而且也迎来了对内的两场PK大战 说白了第三期节目主要就是李克勤战队时间 当然了在这两场PK赛中 参与其中的只有三人 也就是说有一人连着参加了两场PK 而这个人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位 他就是原创达人时尚 不错 他的名字就叫时尚 而正所谓是名如其人呢 时尚的装扮和言语均有点时尚范 台风呢很幽默 从盲选到PK 时尚在第三期的节目中 先后唱了三首歌曲 且全部是自己的原创歌曲 而时尚也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创作型歌手 三首歌淘汰了两位学员 成为继陈文飞之后 本季第二位竟有24抢的学员 当然了和第一场的PK相比 时尚和郑志宏的这场对内PK 堪称是本集开播以来最精彩的一场强强对决了 也就是说呢 双方都有非常突出的亮点和优势 用李克勤老师的话来说 好比羽毛球和足球 谁更好玩一样 你们都很强选择了其中一位 不代表另一位不够优秀 只是节目组的规则如此 倒是必须二选一 结果李克勤老师选择留下了时尚 而根据规则 没有被李克勤老师选中的郑志宏 还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其他三位导师可以在十秒之内来复活他 但很遗憾 最终呢 也没有导师选择留下这位长得很像李一峰 声音向往力哄的帅气大男孩 按理说呢 这个时候算会略感遗憾 但淘汰也是这个节目的魅力所在 大家呢 也能接受这个结果 但是在郑志宏离场之后 很多网友却吐槽了 那英老师为何呢 他出局怎么和那英老师扯上关系了呢 这还要从郑志宏唱完第一首歌后的自我介绍说起 在当时郑志宏曾说自己从小在葡萄牙长大 从小到大一直听的都是有美歌曲 但是直到2012年在看到了中国好声音之后 他就喜欢上了中文歌 他觉得哦 原来中文歌还能这样唱 且立志要参加这个节目 而就在去年 他确实是参加好声音的盲选 结果没有导师转身 直接出局 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中国好声音的盲选了 最终呢 也获得了李克勤老师的转身 算是进步了 或许呢 是因为曾经的付出太多 所以他一边介绍自己的过往 一边泪流满面 算一个哭得很是伤感 导师们都被感动了 而就在此刻 那英老师发话了 早知道我就转身了 一边说 我应该拍一边的不断按着转身按钮 看上去呢 非常后悔 当然因为在郑志宏唱完了第一首歌之后 就李克勤一位导师转身了 其他三位主导师却没有转身 所以呢 那英老师如果想要招募这位学员 实则还有一个机会 不错 在他被李克勤拒绝之后的复活环节当中 那英可以直接把他带进自己的战队 然后呢 在郑志宏进入被复活的环节的时候 那英老师却无动于衷 这可不是自己打脸自己吗 前面说后悔没有转身 到了可以重新选择的时候 他却没有任何表示 所以啊 很多观众因此而吐槽 那英老师 称其就是在耍嘴皮一字 而从前三期的节目的内容来看 不得不说 那英老师的一些点评 确实是颇受争议 没有那么的严谨 连他自己呢 都称自己短路了 称自己语无伦似了 其实呢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网友们的要求变高了 而那英老师一直都没有改变 抱持着最真实的自己 从第一次参加好声音到今年 那英老师确实是自始至终 抱持着自己的风格 直来直去 有话直接说 参加其他的节目也是这样 比如呢在蒙探探探案和浪姐 这两个节目中 娜姐依旧如此 但恰恰呢 就是因为这有什么说什么的性格 那英老师也得罪了不少的网友 备受吐槽 引起了很多争议话题 毕竟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所以啊 也希望那英老师 在保持自己性格的同时 也要理解网友们的呼声 尽量保证言辞的严谨性 避免出现与无伦次的尴尬场面